好像是 欸這有啊 這有啊 好開始 嗨好大家好 我是鳳柏林 今天為大家介紹一下籃球這個運動 那大家覺得很奇怪 籃球這個運動有什麼好介紹的 就是我們從小到大 不是身邊都會有人打 或者自己很常打嗎 但今天我想講的不一樣的點就是說 籃球它是一個 大家可以看我復標題 叫做Unity in Diversity 就是 以中文來說叫做義中球筒 義就是說籃球 應該說每個籃球員都有很不一樣的風格 那 不一樣的風格 那 統合出一樣的球風就是屬於那位球隊的 那以NBA來講 NBA三十幾隊 那每一隊都有不一樣的球風 這也是籃球好看的地方 那同時我個人覺得籃球它應該是 變化性最多的一種運動 在台灣有沒有人不服來戰 沒有 應該沒有嘛 那要足球 足球 不熟嘛 我不知道 反正籃球我覺得它變化性最多也最好看的 那之後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好那 這就是今天會構圖小籃 那會講一下籃球起源是什麼 那當然是我維基百科超來的 那怎麼玩呢 籃球怎麼玩 然後一些基本的規則是什麼 然後跟大家介紹一下一些基本的 基本的動作 然後還有一些基本的戰術 那最後還會介紹一下 有名的籃球員 現在最行的籃球員是哪一些 然後他們的招牌動作是什麼 然後一些gears 配備 你要 要下要趴 在場上要屌 要怎麼穿 然後最後是streetball streetball就是 應該是說 以我們生活的這個環境 是比較難接觸到這個運動的 因為它是籃球的一種變化型 然後它有融合一些奇怪的文化在裡面 是台灣人一般不會接觸到的 OK 到這邊大家應該沒什麼問題 好 那要講一下歷史 歷史的部分就是 籃球是一個叫做 詹姆斯·奈斯密斯的人發明的 OK 那 那個時候 呃 在冬季的時候 呃 足球跟 跟棒球沒有在比賽 那 運動員們就覺得很無聊啊 那 奈斯密斯先生他就想了 他想到說用 裝桃子的籃子 然後擺在室內 然後放在 放在 呃 比較高的地方 然後 讓兩邊的球員呢 把 當時用 用足球去代替 然後把這個足球丟進這個籃子裡面 然後做得分這樣 那最早的時候呢 好 最近講了 就是用足球 足球當籃球 因為那時候沒有真正的籃球 然後 最早呢 也沒有 也沒有籃板 OK 所以 看台上的觀眾可以用手去阻撓 阻撓大家的得分 所以這其實很 很不合理 所以後來加了籃板在上面 那最早的籃球賽制是9對 9 那 呃 直到精緻已經變成5比5的一種運動 OK 好 那 往下 那 籃球員是怎麼配置的 我們可以看 左上方這個圖 OK 這個滑鼠有幫他指嗎 好 好 左上方這個地方 那籃球的話 一隊是需要五個人 那從這個1號開始 這個叫做 Point Guard Point Guard就是控球後衛 那控球後衛 他負責什麼事情 他負責 在場上 指揮其他四個人怎麼 怎麼跑位怎麼站 然後他等於就是 場上的指揮官 他也可以是場上的教練 所以他一般 這個人呢 他必須他彈球技術要非常的好 然後不能被 不能被 不能被 不能被對方容易的搶斷 因為他要 他要一直 他要組織攻勢 所以他傳球技術要非常好 那2號位是在幹嘛的 2號位是 就是隊伍上也不需要這麼高的人 但是 他要 他要非常好的外圍投射能力 因為其他的位置 其他三個人都已經站好這些位置 算裡面 或者這個人也可以打到裡面去 所以這個人他只需要 最主要的技術就是在外面做投籃得分的動作 那3號位是叫做 small forward 就是小前鋒 那小前鋒他必須要能夠衝擊籃下 然後要速度要很快 然後可以再籃下得分 但是主要進去還是 這個長方前進去方叫進去 進去就是 好這個之後再說 反正就是在一個 比較裡面的區域呢 這兩隻 這兩隻比較高大的人 就要在裡面 做鞏固籃板球的動作 那所以4號位叫做大前鋒 大前鋒他要能鞏固籃板球 他也要能上籃 那5號呢 就是隊伍裡面最高的人 叫中鋒 OK 中鋒他就是 負責搶籃板球這樣 那籃球裡面 大家很常聽到說 有BIOS跟VIOLATION 那大家知道這兩個差別嗎 好 利虎你知道嗎 你說 我不知道哪個比較嚴重 好 其實 BIOS叫做 等一下等一下 我看一下 現在直播有點卡 欸 看起來是好的 只是 那邊YouTube網路是壞的 這看起來是好的 好 好 OK OK 好 剛剛講哪 好 FAUST跟VIOLATION差在哪一頁 好 呃 先講VIOLATION好了 VIOLATION的中文叫做為例 違例就是說 你做了一些 這個 這個運動不允許的一些動作 但是他並不會 干擾到對手 他不會對對手造成身體上的破壞 或者是 阻撓對手的 阻撓對手的 行徑的路線 那 這叫VIOLATION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VIOLATION的 VIOLATION的一個影片 這樣參考一下 先講 都講 然後再看一下 好也可以 好 那FAUST呢 FAUST就是說 這叫犯規 中文翻譯叫犯規 犯規就是 我們以下可以分成大概四類 就Defensive FAUST Defensive FAUST就是 你防守的時候 你做犯規 就比如說 對方進攻的時候 我去 揮對方 或者是用手打對方 或者揍他頭 或揍他肚子 這都是不允許的 那Offensive FAUST呢 就是 角色顛倒 持球的人 進攻的人呢 他用他的身體去 去 傷害 傷害防守的人 或者是 碰撞他 這也是不允許的 那Flagrant FAUST就是說 惡意犯規 惡意犯規就是 真的對人家 身體上造成破壞 比如說直接 直接把他打倒在地上 這樣子 那Technical FAUST就是 對這個比賽不尊重 那Technical FAUST比較特別 就是 連教練都可以Technical FAUST 比如說他們在 比賽進行的時候 教練突然 罵髒話 幹狗裁判 那這個 這個教練就是可以被判技術範圍 因為他不 他不尊重這個比賽 那 在NBA來說 那 被判 避免罵罵 所以有可能會被判 你的隊伍 over to you 對 對 我這樣 把雷神 直接把它判出 報 就是 判在臉身上 嗯 好的 快要結束了 你可以開始接著講 這是他們看到的 對對 他們看到的 可是你一直聽 BioLegends看完爆光了嗎 BioLegends沒看 沒關係我們後面不要miss掉就好 好 那現在我要講 對對對 好 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這樣 欸有有有聲音 有聲音 好就這樣 那我們接下來 好我們剛才講完的一些基本的規則 還有一些玩法 那 基本動作我們要怎麼執行 那大家知道何謂三步上籃嗎 好那我們可以看一下三步上籃的教學 那這個其實很快 讓大家說 大家知道除了傳球 運球 投籃之外還有一個叫上籃的動作 OK 這是什麼 導演 有些人 最終一個來自然樂是因為這把握出來的大 koy, 什麼好看法? 但是你會看到的那種按功能因為你會找到什麼 如果你贏了一張手、你會握到你總是提供 isso 你會拿 들어올,你會拿玩一張手上的手 拿著手,onent tension 那是你的二手手,如果你不再拿 你會拿著腳步動 你就可以拿著手做 然後你會拿著手指 你會拿著手指 你會拿手指 emente看起來 你會拿手指 然後你會拿手指 然後你會拿手指 用手指 從前、對手指 有時候會讓手指 那是一種類型你會做 I would recommend you get down both because there's different situations where like say you have to pull up a little more because if a defender comes here and you want to do almost more of a floater you'll have that option and get it up a little higher under you're going to be able to come under defender's arms more so on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start from the elbow here or coming in and working on both ways going over hand going under and then of course you know you want to work on doing it both sides so the same thing from the right side you're going to step take the ball up on that right step take that left step drive on the right knee go with the layup work on your overhand other hand it's going to look like this that's the other hand that's Jesse mentioned with GetHandles.com make sure you head over to GetHandles.com got a free ball handling workout and guide there for you going to help you a lot with getting more points per game making your layups better your ball handling better and everything make sure you hit the subscribe button down below hit the like button if you want to see more of these videos and also make sure to share it help spread the word about GetHandles.com ok 剛看完基本的上籃 好 假設你一定會上籃你也會投籃你也會一些運球 那我們講一個基本的戰術 那我們就讓我們歷史上有名的大鳥波德為大家介紹什麼叫pick and roll pick and roll就是以二打二的狀態下呢 當然打圈場是五打五但是在兩人搭配下那要怎麼創造出空間然後進而得分 那這應該是怎麼講呢一般大眾比較會少應該說沒有在專門專注在籃口上比較會少會知道這些事情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基本戰術是怎麼執行的 他需要用到隊友的走位 綠色的兩個人是進攻球員 然後白色的兩個人是防守的球員 好 待會一會兒 你現在看什麼他做 你現在看什麼他做 Kevin comes in here to set a pick on Danny Ainge who's playing the defense on Larry his elbows are out he's got good balance he does not hit Danny he sets the position Larry Byrd uses Danny on his move he fakes here and then Danny goes into him that's how the pick and roll must be made that's how any pick or screen should be made on the pick and roll I got Kevin and Danny Danny's defensive man Kevin's offensive man I got so many options off the pick and roll If it's around right I got Kevin coming over setting a good hard pick on Danny I'm gonna fake baseline take couple dribbles if Robert calls me out so I don't shoot the jump shot I got Kevin with Danny on his back and all I have to do is lead him to the basket with the ball OK the other options that I have if Kevin comes over to set a hard pick on Danny Danny fights over the pick I come off Kevin fights his way down to the post I got a little bounce pass to him to try to lead him to the basket OK 他做了三種變化 another one is Kevin comes over to set a hard pick Danny trails out Robert follows Kevin I come off I take a couple dribbles for the jump shot The other option that I have which is a good one If Danny sees a pick coming and he anticipates a pick and jumps out I fake to the pick and drive baseline for the layup or the man that's sitting on the screen fake the pick and break to the basket the last option which is probably one of the toughest one to do because there's two picks involved Is Kevin comes over and sets a pick on me Robert jumps out I can't go in I can't go in 不會不會不會 就是當你習慣就好了 看起來很難嗎 看起來很難嗎 就是說要準備好 可以有自己的氣 這是練習的 就是平常 你們就可以湊四個人 你們自己練一練 他有時候每次都在練習慣 因為隊友也知道我每次都在練習慣 所以 李苦他要做一個動作叫做卡位 他要把對手卡在他的身體的後面 好 這個之後可以再講 因為現在 現在這個狀況有點 好 下次大家可以約個籃球趴 好 那 還有一種戰術叫電梯門戰術 電梯門戰術是 應該說最近幾年他會紅起來 是因為有 荊州勇士隊 大家應該知道荊州勇士隊 裡面有 最可怕的射手叫Steven Curry Steven Curry 他這個人蠻特別的 那個特別之處我之後再說 就是荊州勇士隊 他們隊上有兩個 是專門 射三分球 然後非常非常準的 那 電梯門戰術就是為這兩個人 而打造出來的戰術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電梯門戰術是怎麼執行的 好先提一下 他的 他的精髓就在於 呃 內線剛才講的 有兩隻很高大的球員 他們會把裡面的人 全部都封起來 明明是進攻方 但是他們會讓 會把他們 他們會把防守方全部壓制在裡面 然後球倒出去 讓 讓射手去射球 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為什麼叫電梯門 因為那兩個人 他們把這路線封起來的動作 很像電梯把門關起來這樣 好 開始播放 看一下黃色隊 30號怎麼跑位 OK 7號 剛才的裡面兩個球員 你怎麼幫他打 大家可以看一下 電梯門戰術 看一下30號怎麼跑位 或11號 30號或11號 喔30號開始跑位 OK電梯門關起來了 650 650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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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穿打鐵 但是他沒有用力 他沒有用力 3號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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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號 3號 3號 1號 好 那接著 往下看 那剛講到說勇士隊擁有 擁有最強的射手 那為什麼會特別提到Steven Curry這個人 就是說他改變NBA的生態 因為籃球這項運動 需要跳得高跑得快 身體要強壯 可是Steven Curry 他以球員的身體來說 他身體素質不是最好的 OK 你看他這邊列出他的身高跟體重 那他191公分87公斤 相減之後還大於100 這個對球員來說 這並不是很強壯的一個身體 那這邊他的signature move 我們講羅國下就是Logo shot 所以他可以站在 他基本上過了半場之後 每個地方都是他的射程範圍 那這個打過籃球 就知道三分球都很難投進 那憑什麼他可以在這麼遠的地方 去做到投籃動作 那下面有他的highlight 你這可以播嗎 可是我幫你播 可是我的 我有點忘記 我這個就是播給現場看 然後那 那不然應該是我這個先播 我這個先播讓你看 你看 77比 Singler now on Curry Crossover step back 3-pointer 1st lead of the night for Golan State Up to the 3-pointer How much you can do in that situation How much you can do in that situation What the f*** Are you kidding me Westbrook on the drive to the rim Way off Ibaka to the rebound Turns Can't hit Westbrook's tip doesn't go Curry to the basket 是一番最好,捷子挥球 28球区,区跌上去 那是链那丁 卡拉宁 那是电子与大哥 但是你不要过来 他出面击顶响 那是不 assez击较 不停的沾上去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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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Thompson,3-pointer,BANG! 1-point game 12-second difference shot clock game clock Durant for three,BANG! Iguodala's about to inbound,Ibaka guards the inbound Thompson drives to the hoop Lays it in quickly 11.8 remaining Double-teaming Durant trying to stop him Throws it up,Deflected by Thompson Green trying to save it,and he does Ahead to Iguodala,Iguodala puts it up No,a whistle and a foul,a foul is called That is two clutch free throws right there From a veteran Inside,Durant puts it up Overtime We get five more minutes of this Curry picked up by Durant Curry to the basket,layup high off the glass He got knocked down And it's on Durant And Durant is fouled out Westbrook attacks goes at Green Trying to get it inside,deflected by Green And Thompson picks it up And Green's made some huge defensive plays Curry for three Nails it Ten three-pointers Back-to-back games with ten threes And he ties his NBA record For most threes of the season Curry,another three Oh!It's good! The Curry eruption continues! A tie game! And a record Broken by Curry once again his own The Baca jump hook bounces around and rolls in And the lead is four Timeout Golden State Zingler right up on Curry Drives layup swatted away But he got hit in the head and a whistle and a foul 51 points on Thursday night 43 more tonight 11 more three-pointers tonight Westbrook drives past inside Robertson Robertson's layup is good Timeout Golden State Green Backdoor Thompson Reverse layup Banks it in and a foul Thompson got hit in the head And he can tie the game at the free throw line And the game is tied with 29.5 remaining Billy Donovan calls timeout Westbrook Backout Singlet Shot clock at seven Westbrook on the drive Falling away Won't go Rebound taken by Iguodala They do have a timeout Decide not to use it Curry Way downtown BANG BANG Oh what a shot from Curry With six tenths of a second remaining The brilliant shooting of Stephen Curry continues And he ties the NBA record with his twelfth three-pointer of the game Westbrook gets off a decent look The banker And you've got to press up Robertson just a little late But that's just But that's just Oh man That's about thirty five feet out Well beyond the twenty eight foot mark And now it's six tenths OK OK 大家沒事可以學他跳舞一下 Hahaha 大家可以欣賞一下對球 他為什麼會這樣選擇 And he ties the NBA record with his twelfth three-pointer of the gam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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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剛剛講到這 所以大家知道為什麼他算是一個非常特別的選手 那其實NBA蠻多人很討厭他的 就是以NBA的球型來說 因為大家覺得這個人又不高又不壯 他只是憑他的技術 憑什麼比我們這些天選之人還厲害 這也是他被 被 這就是大家討厭他的地方 好 那另外一個要講的是 古早以前的人 這個人大家知道是誰嗎 張俊雲你知道他是誰嗎 不知道 不知道 Alan Iverson OK 你這個往下切 你自己控就可以了 這可能沒有全英 但是 你覺得有差嗎 有差的話就看 我現在列的 這些人打的位置都是控球後衛 控球後衛的話 剛才說就是他們必須是隊伍上 控球技術最好的人 那他們通常也會是隊伍上最矮的人 那Alan Iverson可以看到他的身體素質 比剛才的那個 Steven Curry還要再爛 但是他為什麼可以在 NBA生存 因為他有一個絕招叫做 叫做Crossover 所以他的換手運球是 讓 對方防守者無法 防守的一個 很 絕佳的武器 而且地球上大概只有這個人可以做到這個動作 那我們就看一下他的Crossover厲害在哪裡 這個 這是他剛進NBA的時候 對上Michael Jordan的一個動作 他動作很簡單 就是把球拿在左手然後往右邊換手 但是這個 全部都被他甩在後面 Alan Iverson 過了他的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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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穿著 NBA大概只有他的穿著 就是這個樣子 他就是帶壞 那個 國中小朋友的一個穿著 所以我們國中的時候很流行 大家穿這個樣子 就是什麼B套 頭套 紙套 全部都在上去 褲子穿那麼寡 然後還是拉帶起來 對他換手運球 你看到他把球拿在左手上 就轉向 對 對 所以他這個動作會被大家推翻 因為剛才說 頭不能打 但是 對 而且你看到對手跌倒了嗎 所以這個 這種 導致對手跌倒的運球 都叫Killer Crossover 就是殺手級的 過兒 好 就看到這 大家已經知道他的Crossover 是什麼樣的東西了 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剛才Steven Curry跟這個人的武器 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再看到最後一個 我要講的控球後衛 這個叫Kai Riven 大家知道這個人嗎 看身體素質的話 他 他比剛才的Steven Curry 還要再好一些 但是 既然都是過人 運球過人 那他跟Alan Everson 又差在哪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highlight 這個是最後一個 控球後衛的highlight 是這個嗎 再往下 好來 為什麼叫Combo Crossover 因為他的運球 不會是 前面做了非常多的動作 去抓住 而不是 一招就過人 然後他的上版 算是 現在的結合最大的 他可以在 最奇怪的時機 把球流出去 去抓走人 大家可以欣賞一下 他的 過兒是怎麼得到的 度會 後面 一件事 出了 他 會 OK 它直接通過來了 然後它展現了一個地面弄 剛才說的地面弄 大家可以看一下 OK 它可以在空中跟人家碰撞完以後再把球放進去 這也是看難難可貴的地方 然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它今年7月要出電影 對 就是它的電影 所以大家有看出來 這三個碰撞後衛的差異在哪裡 看起來 就是三個 不是要射三分球 射三分球 然後Frossover的方式 然後這個看起來怎麼樣 沒有特色 這個是時間突破 不不不 這個是時間突破 它的特色其實都藏在這些慢動作 就是 它最一開始 它為什麼會做那些動作 其實是由它的滴滴 它在原地一直做一些這樣 如來如去的動作 把對手都甩開以後 它太高了 它現在是全NBA上籃隊搶的 你看 它這球是選擇 這球的選擇 你看 它為什麼會選擇這個刀子 選擇在打板 它是直接把破門手 就是不讓我有種害怕的 然後你看這球 它是直接拉桿的 它是一開始向左邊 然後等一下倒上來就倒板到裡面 對 這是 它可以HOLD 它可以HOLD 它可以讓球做選擇 它可以讓球做選擇 對 它通常 它的選擇會到最後一刻來出場 它前面都是讓自由對手去跳出來 通常 通常別人都直接掉下去了 不是不是 就是別人做這動作的話 別人都不要 別人跳起來之後已經選好要怎麼蓋它 可是已經被它騙了 他為什麼要戴面具 他臉受傷 這邊要K到 所以他們那個面具是保護臉的 不是只有他戴這個面具 臉受傷的人都會戴這個面具 他們很像歌劇妹 對對對 好 所以大家對Kai Riven的了解就到這裡 沒有啦 很多人都戴過這個 Kobe也戴過這個面具啊 不是只有他 我只能問出這種問題不給他 對對對 好 大家看剛才的身高都是1918開頭的 就是 因為這些人他們打的 他們算 隊伍上比較矮的 所以他們打的是空球後衛衛 那接下來要講最後一個人 叫LeBron James 大家知道這個人嗎 有 那為什麼 大家從 這個人為什麼厲害 大家看右邊就知道 右邊這樣讀 就是他灌籃了之後 他的 我們一般灌籃怎麼灌籃 這首曲高高這樣灌下去 可是你看他的灌籃是 把球拿到下面 這什麼意思 他跳到最高點的時候 把球整隻手這樣塞進去 李古你能體會那種感覺嗎 沒關係 反正我今天不要講他的灌籃 重心的轉移就更難了 對就是 他跳到最高點的時候 才整隻手把球塞進去 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動作 你看大家看看他的身高跟體重相減 203快到113已經90 代表這個人是非常非常強壯 那他的位置是小前鋒 但是我們為什麼寫 歐 實際上這個人他什麼位置都可以打 因為他生理素質強到 他什麼位置都可以打 好 好 那今天要講他就是他的火鍋的部分 要奪命追魂鍋 是只有他 好那大家直接 直接拉到前五大好球 好 不好意思大家去看一下 好 好 從這邊開始 好這件事有一個快攻 他想要秀一個360度灌籃 直接被他定下來 大家說NBA好看就來這 欸他都沒有打手 他就是扎扎實實打在球上面 他其實打的是排球啊 而且實際上這球應該要是他的隊友 要做到豐竹 變成他在後面去做豐竹 這是他可怕的地方 好這球是奧運的時候他不給人家面子 好這球是奧運的時候他不給人家面子 呵呵呵 呵呵 OK 好 這怎麼撥即感到曖昧啊 什麼 mira ек OK 有沒有覺得很興奮刺激啊 籃球就是這樣 好 那接下來講一下sneaker的部分 那就是要下腰趴就是要穿上你的球鞋 那這個 這一張投影片裡面的球鞋大家認得幾雙呢 被灌還是被 是誰 你要關掉了 不是我 是我 大家認得幾雙呢 好我舉個例子 這雙大家有看過嗎 你要說 你要說 線上同仁 線上同仁 這雙金色加黑色的球鞋大家有看過嗎 好大家仔細看其實這邊這個球鞋 它這邊有一個輪子 搭打的 他在說搭打那一雙 對搭打這雙鞋子 OK 它其實很酷 就是小朋友穿的 你踩下去的時候這個輪子會轉 但是氣墊 就是你踩下去的時候它氣墊會從這個輪子去轉 這我們國中的時候很流行 OK 那這個牌子大家有看過嗎 我相信大概有一半以上的鞋子是一般沒有打籃球人不會去注意的 對 就是因為打籃球人就喜歡 喜歡絢麗的一個展現自己嘛 那右邊 那如果是樸實的人就不會想做這件事 那右邊這個叫K1X這個牌子是德國的 大家應該比較少見 那右下角converse大家都穿反部鞋 那大家知道這雙鞋子叫什麼嗎 這個 胡人隊配色的 不知道 這是灌籃高手裡面 不知道是哪一個球員穿 就叫做Weapons 那這雙應該是大家很常見的那個Air Force 1 OK 那這雙就是剛才講的Iverson穿的 Iverson這個球員其實他非常有故事性 因為他 他的個子非常非常的愛 他打球的時候人家都在質疑他 所以 所以那個瑞富就為他出了一個球鞋叫做Question 所以這雙鞋子叫Question 那出了Question之後為了要撈更多錢 那Iverson的錯誤又叫Anser 所以他就出了這雙鞋子叫Anser 就這樣 OK 那這是Air Jordan 1 OK 大家都知道 那這雙 And1這個牌子大家應該有了解 就是Vince Carter他以前在灌籃大賽的時候 他沒有跟任何的球鞋的廠商簽約 他就隨便選了一雙And1的太極的鞋子 他就把它穿上去 就這雙鞋子就一泡而紅 大家都穿這個鞋子 然後這是T-Mac的鞋子 然後右下角是Kobe Bryant的Warachi OK 就是有興趣可以研究一下這些鞋子 其實都蠻好看的 那Jersey的部分 那Jersey的部分 呃 好 這是我 這是要 我亂貼的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Justin Bieber 要吵就是要像他這樣 對 襪子要穿長長啊 然後要戴低套啊 然後裡面還要穿短袖啊 或者是你看 周董也可以 周董也可以啊 對 周董也可以啊 要下要怕就跟他一樣 那右下角這個也就是夠怕的 我不知道是誰 然後這是那個啊 SHOHOK就是鄉北隊的 OK 然後這是以前有名的Derek Rose啊 Steven Curry 那右上角這個是那個 And1這個牌子 為以前的街頭籃球員出的一個球衣這樣 好那 現在最後要講到街頭籃球的部分 那街頭籃球大家應該比較 比較沒聽過 就是街頭籃球 我們廣義上來講 在室外打籃球就叫街頭籃球 那因為在外面不會有裁判 所以 犯規都你自己喊 所以當有人撞你的時候 欸!犯規! 那所以就 你犯規阿伯之類的人出現 哈哈哈哈 不喊犯規就是自己犯規 對 就是喊 一般你不會想跟人家騎通討 所以我摸到犯規 欸!犯規! OKOK 球給你 你不會拍到內力什麼 對 對 對 沒有啦 一般就是會拿命 你要吃毒 OK 所以call on your file 那 更特別來說 街頭籃球是一個 美國的一個 算是黑人的文化 那它會融合一個 饒舌月 然後 群眾會非常非常的high 等一下可以看一下群眾怎麼high 那 Let's foremost structure 就是說 它比較不在意一些 violation 的部分 像我們剛才講的番球 厄運其實都是被允許的 它比較善是表演性質 只要夠條夠趴就好 OK 那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街頭籃球是怎麼進行的 那我右邊貼了幾張圖 這個叫做and one and one這個球鞋品牌呢 以前在 美國 就非常紅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有出一個叫mixtape 他們把街頭籃球的一些 錄影帶呢 就是從 民眾的手中收購過來 然後把他們剪輯成 剪輯成一個 嗯 影集這樣 然後一直出道的 出道了從第一集第二集 那大家可以看右下角 這個 在 在美國他們舉行的 舉行的那個巡迴賽 那巡迴賽就是找 and one 他們就找了美國最頂尖的 一些街頭籃球員 然後到處跟 到處跟 每個城市的 當地的業餘的街頭籃球員 TK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部分 好 那 左邊這個是 在威尼斯海灘 就是加州 威尼斯海灘 有兩個人在MTK 那左下 左下角就是 Kevin Duran 就是一個很有名的 NBA球星 就是在沒有賽季的時候 去街頭籃球場上去電人這樣 好那 街頭籃球有名的場地有哪些呢 那 像紐約來說 最有名的就是洛克公園 好這個右上角這張圖就是洛克公園 那 在剛才講的威尼斯海灘啊 然後在 華盛頓的Berry Farms 然後在台灣的話 就是大安森林公園 OK 好像周董會出現 那 新生橋下就是 Jo Mi Lin Jo Mi Lin以前都在 新生橋下打 就是回台灣的時候 那 有名的TUNNER們 就是巡迴賽 那這邊就放一個有名的 叫做and one mixtape tour 給大家欣賞一下 所以大家可以 注意說 注意說就是在打的時候 他們做了一些很奇怪的動作 那 觀眾是怎麼反應的 那 他們做的動作 是不是我們平常 打完球的時候會出現 大家可以仔細的觀賞一下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觀眾到底是怎麼反應的 這是非常有趣的部分 大家可以聽一下這個 背景的音樂 不外乎就是 唱一些Nigger啊 什麼 Bitch之類的 類似這種字眼出現 消音就是這種 就是會出現這些字眼 那他們也出現Hustles 就是有一個藍圖人 叫Hustles 就是辣醬 辣醬他 創造了很多絕招 是非常快 快智人口 那大家會覺得 欸 這個畫質怎麼那麼差 剛剛說過的就是 從民眾的手中 收購的 影集過來 剪切出來的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小朋友 他的 他做了什麼動作 群眾怎麼反應 大家全部都瘋了啊 好大家可以看到這球 Hustles他做什麼動作 帥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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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帥就好 大家可以順便欣賞一下背景音樂 這時候背景音樂滿有名的 拿球從人家胯下丟過去過完這件事也是非常常見的 我覺得他們會很囂張 就是結束之後 會擺一些pose 嘲笑對手這樣 所以剛剛說過的 二次運球 翻球對他們來說都不是很重要 大家可以欣賞一下這一球 他融入了Quick Walk OK 你看旁邊的人在跳舞 也在跳舞 B音就是Fuck OK 大家記得記得 聽到不連續就是Fuck 老實說 這些動作就是 在職業籃球隊出現 教練就會把你打死 大概就是這種程度 好 大致上就是這樣 大家有感受到那個熱情嗎 OK我們下次可以支持這樣打 所以這是沒有裁判嗎 有裁判嗎 裁判容許他們這樣 帥就好 帥就好 跟裁判講好 帥就好 那裁判說你這不夠帥 對 你不能這樣打 色官不帥 沒有他們其實看身份地位 靠 這波你可以講 這都有聲音 OK好 那就往下吧 好那 那 剛才讓大家看了一段就是And One他的剪輯 那有名的街頭籃球員還有哪些人 那右下角這個人叫做Rip Austin 那講名字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幹嘛 但是 這個人他曾經打過NBA 他是以街頭籃球文明 但他卻後來繼續打NBA了 OK 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那右上角大家覺得很奇怪 怎麼一個白人也跑來打籃球 那這個白人他有名在哪 因為 籃球大家會覺得自己黑人的運動 但是這個白人他 在很年輕的時候 他是小朋友的時候 他的運球技術非常非常的突出 然後讓 讓全媒為 為他為之瘋狂 所以他得到一個 得到了一個綽號叫做Professor 叫教授 因為他在場上用他的運球 教訓 教訓對手 OK 那這個左下角就是有名的辣將 OK 那這個是今年要出電影的Uncle Drew 那我們可以看一段 教授 教授是怎麼 是怎麼電 好 我今天先放 我們放吧 Professor LIVE 我接錯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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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加州的威尼斯海灘 然後有兩個 有兩個人 一個是教授 跟另外一個球員是怎麼電 那大家可以看 教授的運球風格非常的鼓勵 大家都覺得 這個人都不知道在幹嘛 但他就是會把球投進 看到它 是 教授是般若 有了 老實說這位動作在台灣場地上就是要被人家揍死 你看他剛才他拿球彈人家頭盆在裡面 因為這就是展自己的展現 自己攻擊的感覺 你看他上來拿看一下一下 所以他們會原地做很多動作 那動作被大家認為是不必要的 但是極度只有觀察 再抓 大家欣賞一下他手部的動作 手部的動作 來 去 來 開始 剛剛 看 已經有了 他的傢修都觸到好的 度可以把他拚在 於盡 帥局好 吃疙瘩 那就是飯 就是我們剛才開始無視 212, venice Beach 先感謝你하는人 最大人的忙你 來這裡 也很開心 好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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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什麼感想喔 就是 改天是不是要練習這樣子 不是 這 怎麼了 來力虎你說 到底有沒有犯規我也看不出來啊 到底有沒有犯規 呃 那你就談人家投資合理 哈哈哈 先問你 你把球嘟在你頭上 然後再拉下來是合理 哈哈哈 不合理啊 不合理但是觀賞性嘛 可是有勁就好啊 挑 挑釁嗎 因為之前它是一個 特殊的點 那為什麼你會弱到讓人家可以攀你的頭 你的反應不夠快嘛 對不對 是不是 喔 對嘛 所以你 對啊 這是一個挑釁的動作 好吧 那大致上就是這樣 那 有空的時候我們可以來打打球 就是我想打籃球 大致上這樣 好 謝謝大家 先不要走 等一下你還要那個 QA喔 對啊 我們感謝那個彭柏林 帶給我們這麼精采的lecture 因為中間發生一些 風風雨雨很複雜的問題 我們在這裡